回來第二節的辛亥百年華蒼桑 剛才我們在說川島方子究竟死了沒有 我們先回答一些網友的問題 有一個叫做C Win 她說那個女生的樣子 吃不吃得下 老實說 你要放在四零年代 其實很多人會吃她 如果說她老偶記 我們斯文說老偶記 很多高官都吃她 跟她有一腿 沒錯 甚至連孫雍先生的公子 孫科也被她吸引 當時的審美眼光和現在不同 當時孫科的印象之中 川島方子是怎樣的呢 因為川島方子曾經奉命 接近孫科套取機密 而有一段時間 川島方子曾經做過孫科的助手 當過秘書的 當時來講 孫科就很喜歡去這個舞會 川島方子就 扮成一個女子 她根本是女子 她就去接近孫科 在孫科眼中 她有一個懂得多國語言的女生 很厲害 她懂英文、俄文、日文、上海話、北京話 而且她的英文是十分流利的 這個就碰到孫科 這件很漂亮 這件很漂亮 拿著日本遮瑕 這個就是川島方子 因為有人說 Can I see her picture 立刻做個 picture 沒錯 但旁邊的別誤會 這個是她的哥哥 這個是她的哥哥 千萬不要誤會 川島方子吸引了孫科 在我孫科的印象之中 這個是川島方子 孫科有幾個是好朋友的 其中一個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張學友誠的歌唱的李香南 就是她的老友記 川島方子是很多人喜歡的 孫科形容她是一個什麼呢 是一個很優雅、溫柔的女子 所以曾經被川島方子吸引了做她秘書 而孫科當時是做立法院院長 這一下就因爲這樣的關係 所以川島方子就做了孫科的秘書 就知道當時一些國民政府的秘密 特別是什麼呢 就是究竟蔣介石當時什麼時候下野呢 這些高度秘密都被她知道了 後來孫科知道 你這個也不太妥 於是將她辭退了 她自己醒目又走了 那麼川島方子的老友記 那些好朋友十分之多 就包括當時華北戰區的司令官 即是日本人 叫做多田進 這個是川島方子的靠山 另一個就是華北地區的特務機構的一個長官 這個是當時叫做朱華大使的武官 叫做田中龍吉 還有說這個人說 即是 好什麼 即是要很堅 那麼川島方子也頂得順 其實她真的很厲害 比宋氏三姐妹漂亮 當然 那些眼光 大家都不同 我覺得這樣 女扮男裝就有川島方子 男扮女的梅蘭芳 都吸引很多人 那兩個漂亮不漂亮 是的 所以我們以民國的眼光去看 當時也是一個標誌美人 是的 應該是一個很漂亮的美人 你今天去旺角看 看那些MK的衣服當然不一樣 是嗎 好了 還有沒有旺角 好了 我們還沒說過她的傳聞 為什麼 即是死不死 或者我們說說她 她有什麼叛國罪 她的叛國罪 第一 她就是幫日本人 去刺探 這個是當時張作霖 她的死敵 因為她認為她爸爸是死在張作霖手上的 刺探張作霖何時 從天津回鳳天 幫日本人去刺探她的回鳳天的日期 然後中途就按刺炸彈 炸死她 這個就是黃沽屯事件 和川島方子有關 另一個就是128事變 其實128事變之前 也有一件事就是她 跟當時她的靠山之一 叫做土肥元嫌二 關東軍這個人 就是合作 送阮容從天津去滿洲國 然後就和田中 1932年就和田中、龍吉 一起合演一場128事變 這場128事變 這個人就十分之厲害了 那怎麼樣 他就教唆一些日本的真人 當時來說有五個真人 其實兩個就是當時日本的間諜 其實只是假裝真人 就是當時三友社 一個是出名的抗日組織 一個是工廠外面示威 然後搞混亂 在這個混亂之中 他就教唆一些人 去投擇這個石塊 好了 而在這個過程中 他又聰明 他很在奸 暗中就開槍 就射死兩個真人 有兩個真人受傷 就嫁禍給當時中國的民眾 是 好了 然後搞成一個很大的 一個祝賀衝突 然後他就 立即轉身 找到當時的行政院院長 那是誰呢 就是汪精偉 我們剛才說過 汪精偉曾經受過 善企的恩 因為善企曾經是力保汪精偉 當時汪精偉刺殺這個 滿洲親王 就是在生下革命之前 善企就力保他 力保他不死 於是他就借著這個機會 就 川島方寺 以自己十四格格之名 去見汪精偉 然後就刺探機密 刺探什麼機密呢 就是當時在上海 所以十九路軍 蔡庭佳將軍 所指揮的軍隊 究竟他的報防是怎樣 向、報防等等 是的 汪精偉結果就給了 那個資料給他 於是日軍 拿到之後 又可以在當時 宋戶地方登陸 令到十九路軍 要撤退 這件事之後 令他聲明大躁 日本人稱他為什麼呢 叫做間諜之花 亦都叫做格格間諜 這個就是川島方寺揚明的時候 亦都是因為他這樣揚明 於是他就可以在關東軍 和在多田進的役下 去做自己的事情 其實川島方寺在這段時間 其實他的報復心很強 他要利用所有的人 去爭取自己 拿到最多的東西去生存 所以多田進 為了討好川島方寺 當然啦 川島方寺當然是為他吃飽 於是讓他建立一支所謂安國軍 但人數不多 只有兩千人 但這支軍真的是土匪來的 這支安國軍的部隊 是什麼人呢 其實是當時將中槍部隊 即是打敗之後 散逼游泳組成的安國軍 由於多田進的包庇之下 這個川島方寺 就能夠成為安國軍司令 總司令 其實是 很厲害 但是這支軍隊 就周圍打架劫射 而且川島方寺那種的貪婪 就真的十分之重要了 當時華北戰區司令部 就在天津 川島方寺就去了北京那裡 就是十分之招 即當時叫北平 就是十分之拔戶的 他怎樣拔戶呢 很簡單而已 他專門找一些做戲的人 即所謂的京劇的人 找一找 怎樣找一找呢 就叫京劇的紅靈 走到他家裡打牌 然後就給他一個銀包 好了 一路打牌 一路傳銀包 打到那裡 就說 我不打了 銀包在你身上 然後就說 我的銀包有兩三萬的 這樣 那些人就說 喂 你怎樣有啊 當然銀包當然是空的 那你給他的時候 是不是兩三萬呢 這樣 就是鬱啦 老鬱啦 老鬱啦 這樣 其中一個 聖馬的一個 就是 班主 就是 想著 就是 真薄 結果 就惹上麻煩 這種 這種 貪男的性格 其實 充分說明了 一個女子 去到一個 一個 所謂 就是 絕望 還有 拳又要 錢又要 沒有希望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但他很揮霍 因為當時 沒錯 他真的拼得很厲害 那拼得很厲害 怎樣呢 有些傳聞就說 當他被國民政府捕捕的時候 說他其實就是 就是 吸引毒的 就是 拼一下拼一下 拼一下 吃個拼頭丸 或者是 沒錯 不知道他吃什麼 所以 看到 一個 女子 去到這個地步 好 如果我們看回 安國軍其實是 他那個 在軍事上 那個 地位是最高的時候 當然 這個只是陪襯 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做什麼呢 做特務 好了 那麼 多田進是他大靠山 後來因為 這個 川島方子 四周圍 就問人拿軍響 於是就令到日本軍部 就說 喂 不行啊 你兩千人 你只問我拿二十萬軍響 都好像不合比例 不合比例 說真的 你在多田進 那個 就是心目中地位高 你在日本陸軍的地位 怎麼會高啊 所以 他 一段時間 就被人 撤換了 回日本 直到一九三七年 七月七號 盧靠橋事變之後 他那個靠山 多田進 就做了華北 地區的司令官 於是 川島方子 就去天津 去靠他 但是 真是好景不上 為什麼呢 因為多田進當時 有一份機密 就被川島方子見到 因為你知道 川島方子和他很朋友 多田進很多機密 川島方子見到 見到什麼呢 就是當時 日本和蔣介石 那個談判的文件 於是 川島方子 川島方子粉 哇 這個真是很大口 他在天津也開了一間飯店 就是用這些飯店來做 又賺錢 東興樓 東興樓 即是中日談判 要由你反 這個關事機密 即是關你差事 沒錯 關你差事 於是將他 就關了 半年 後來 多田進 就由華北調回去 1941年 調回日本之後 川島方子 就 就再沒有以前 嚴寶揚威了 好了 傳聞他又死又未死 好像 我們 江澤民 死去活來 但是他真的有個死的樣子給你看 哈哈 即是 那把槍就在後腦打過去 整個面目模糊 加上泥辦 其實 是不是他 就成為一個疑問 那為什麼 這個傳聞 都是傳聞 好了 突然間一條友 就走出來 那這個就是 一個匿名的子控女子 她叫劉鳳凌 這個人就說 喂 她說 我當初找人 就替他死 而已 你答應給 十條金子 十條金 十條金 大哥 你現在只給我四條 你還欠我六條 哈哈 是的 一個故事就是這樣 這個 劉鳳禎 劉鳳凌 就是他的替身 劉鳳禎 就在川島方子行刑之後 就好像四天之後 就走到監獄那裏 找媽媽 我說 喂 我報案 我媽媽來監獄 去拿東西 不見了 那為什麼不見了呢 於是就爆出來 就說 有人 監獄跟我說 就說 我姐姐 劉鳳凌 就在監獄裡面 她已經是 就是餵病 嚴重餵病 就是不久人世了 不如 就做個交易 就給回 答應十條金子 十條金 就給媽媽 然後就換了 劉鳳凌就做替身 那誰知道 十條金子有四條 那六條會在哪裡呢 她媽媽就去監獄找 一去就沒有回頭 於是 劉鳳禎 就趕快去監獄 找回媽媽 還有找回我一條金子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 另一個就是說 在川島方子行刑之後 很特別的 川島方子行刑 第六天 就是當時 北平有一個日報 叫做 驚世日報 有記者走出來 就說 不是啊 我看到川島方子 我訪問過他 這樣 於是那些人就說 嘩 為什麼 為什麼有這麼多事情 而且當日 川島方子的樣子 第一 沒有人知道 你說是 而且 那個屍體長頭髮 川島方子應該是 男裝 為什麼會長到頸 加上 你要行刑的話 一個頭號戰犯 當然要光天化日 就是大家說 蓄勇一樣 看著他 被人扮 不是啊 秘密 在五點鐘 要光未光的時候 靈神的時候 對 就扮 所以就引起很多猜測 但是這個河北省的高等法院 當然出來澄清 絕無其事 沒錯 所以究竟川島方子 是不是死 老實說到現在也是一個謎 沒錯 言之作作 老實說 你看到他 沒錯 這個也沒有證沒有據 我們當然是相信他死了 因為他從此隱性埋明也好 什麼都好 總之他已經消失在天地宇宙之間 但是有一件事 其實我們值得我們心思 川島方子死不死 其實是一個延續 但是要令我們心思的是 辛亥革命之後 我們四周圍的 以漢族為一個主體的中華民族 有沒有照顧到其他民族的感受呢 如果我們看看今天 滿族和內蒙古 其實都是很願意在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裏面 因為當然他曾經搞過 即是宿順這群人搞過之後 他們受過一個很沉痛的教訓 現在在中國 即是在中國裏面 新疆和西藏 民族問題 其實我們應該怎樣去處理呢 所謂以史為鑑 其實這個是很值得心思的問題 這個呢 其實要這樣說 你現在說大陸 其實那些少數民族的政策 他都是盡量放寬給那些少數民族的 譬如新疆那些可以給他 大把刀 在他自己的社區裏面 搭一刀 譬如外面 漢人和新疆人打架 多數新疆人是沒事的 漢人就遭殃的 這樣 你又會產生另外一個問題 漢人覺得 我佔成了中國的大部分 你的陰家富貴 在我這個地上賺錢 我還要怕你 裡面很多 無論是民族上的 或者是文化上的差異 很多時候就職怨 上個幾個月 是 有暴動 那些新疆人 或者那些 都是新疆人 這些問題 不是一個放寬的政策 就可以改變的 究竟你對新疆民族 那個全面你怎麼看 你不斷移居那些人 漢化新疆西藏 然後你又要告訴別人 你放寬 整個少數民族的政策 但是新疆 就是那些少數民族 感受不了 我一路見到你來去漢化我 然後你又告訴我 你會保護我 我又看不到你怎麼保護我 除了我打架 你不用拘捕我之外 其他我見不到 所以這個民族 少數民族的關係 其實都幾頭痕 尤其是 現在這個中國大陸 每樣都害怕 你走出街也害怕 你拿槍也害怕 不斷少少暴動 他又說 坦克又有軍隊 但你解決不了最終的問題 因為一定要從那個 民族與民族之間 即是以民族本位去解決問題 然後才可以維持到這個大的團結 什麼叫五族共和 就不是這樣說的 五族共和 即是你一定要 讓那些少數民族 覺得你是 你是善待他們 就不是說 你又不斷去侵略他的文化 你不斷去洗他們 原來的基礎 然後你又告訴我 我在保護你 那就很不行 好了 有個網友就說 前幾年日本 拍了一部戲 就說 普傑和日本 日本皇族女子兩個人的夫妻生活 好像是政治上的婚姻 有真愛 其實普傑這個人 要這樣看 普傑其實跟川島方子 有相近的地方 其實都是滿洲的末樂皇室 在一個大歷史的悲劇之下 做出來的一個悲劇人物 普傑他對於帝位 沒有什麼爭奪之心 但是無奈身在帝皇家 當然日本人這樣說 其實有他的政治的目的 滿洲人和日本人 基本上是有 因為大家都說 有皇室的一個共同性 所以感覺上比較好 還有老實說 孫電英這傢伙 真是害人不淺 你又挖了滿洲皇室的帝 那滿洲皇室當然會生氣 你挖我祖宗山墳 這傢伙真的要拿出來打 所以其實歷史往往有很多難以舒服的地方 只不過大家要向前看 就是民族與民族之間 就一定要互相尊重 在這個基礎之下 就去團結一致 中華民族要團結起來 然後才有壯大的時間 但是我們都看到 現在所謂中國大陸 撥起 撥起 我也不敢說 撥起 但是你很多事情 被人看到一些很不合理的做法 就是你對外 我們不理你了 你善待人民 是 你對自己的人民 都不去善待你 城管 那些貪官 你令到一般老百姓 生活都很不成功的話 這個國家其實希望不是很大 好了 有個 有個 有電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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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著你吧 陳先生你好 你好 兩位主持 你好請說 我想師傅補充一下 首先多謝兩位 這個議題 是我上個星期看出來的 多謝 這時間講的 真的很難得 給市民知道 我有個感受 我們看歷史 川島方子 或者是普普兒 其實他們是背負了一個 國家民族 那個包袱來的 沒錯 這是同意的 他們是需要復國的 即是宿親王叫川島方子 要復國的 其實是作為法 其實說 他是不是有心做漢奸 我想是未必的 沒錯 心是未必的 那個漢奸的定位 就是看你站在哪個方面 是的 所以譬如說 你剛才跟日本公司打工 那是不是漢奸 那現在不是很多漢奸 如果這樣看 又會這樣看 即是 你有沒有違背國家的利益呢 是的 譬如說 但可能他是過火了一點點 即是需要復國 要為國家民族和家庭的包袱 是的 沒錯 有多大的壓力 作為一個女性 她安國軍的失敗 那她女人哪會打仗 沒錯 其實她的軍隊沒有打過仗 就是奸淫女就行 搶贏 當時你說她還沒死 為什麼呢 據我所見的那些人寫的那些東西 因為當時說 行刑的時候 一來她長頭髮那裡 還有她本身認不到的樣子 而且最主要她是不讓外國記者去採訪 有兩個美國記者 其他中國記者就不讓進去 是的 所以就有流傳到現在這樣 所以當時跟現在一樣 是非常那麼懼怕的傳媒 跟現在一樣 所以說 你們大家看歷史市民都好 是無用的 聽得不是很清楚 她很懼怕這些東西 因為她知道的真相 我個人又不是很相信她還沒死 為什麼 就算那個人不是她 她也是可能是遞造秘密 秘密被人行刑之類 如果你說她 拿床在東北 當時共產黨已經佔了東北 不是她最後回到日本 是的 這樣說 這樣說 有些人還說她在日本的7-11 見到她買東西 我又不是 如果你說她還沒死 你去拿床 那你就是要兩個黨 去夾粉去包批這個人 那這個機會也挺厲害的 那其實呢 有些人就這樣說的 有些人就說 其實當時呢 就是大粒也好 就是 國民黨有些人士呢 其實想拉攏它呢 就去拿到當時的情報網 有些這樣傳言 不知道是不是 那所以其實呢 其實陳先生 你覺得很對的 其實川島方子死不死呢 這個呢 就是死了沒有 這個不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無關於弘子 是的 在歷史上就是說 其實傳媒的影響力 其實是很大的 這個也是 到了九幾年的時候 就是有個人 有個畫家畫了一張照片 就好像川島方子 拿了一個給李香 李香來死的 那時候 那些人一看就說 這個是大哥 他叫做大哥的李香來 他很熟悉的 懶頭懶計 那些人一看 這個大哥 所以有傳聞說他還沒死 據說是這樣的 不過我覺得這個 只不過是人有相似 那個畫家的 那個鄰居 是很自尊 很方知的 但是 你五幾年有戶口 有人登記 怎麼有人和我身份 覺得很難的 沒錯 沒什麼所謂 他死不死 只是茶餘飯後 拿來談論一下 多謝 多謝延話 多謝陳先生 多謝 謝謝 我們第二節 都過了 我們下一節就說 不知道夠不夠時間 因為中國遠徵軍 其實有很多事情要說 對 中國威水市 我們盡量說 不夠我們就下一節再說 下一節再說 好 再見 再見